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柯师傅就要来分享 夏天真的很多婆婆妈妈 也特别喜欢用各式各样的瓜果类 而且夏季盛产的时候 这一些真的也是很平价的选择 对 我等一下来介绍这些瓜类 在介绍这些瓜类以前 我先来教做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油脂的一道汤 但是这个是在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本来是用库罗 库罗黄瓜汤是退火用的 也是夏天专用的 然后退火利尿用 我先这个汤煮滚了 煮滚了以后我先把这个套丁 切成条状的套丁 先烫一下 因为套丁不能煮太久 这个是师傅事先处理的高汤是不是 对 就煮鸡胸肉的汤 就普通的鸡高汤 师傅事实上煮了鸡胸肉 而且把它剥成鸡丝 夏天其实鸡丝很搭 各式各样的凉拌菜 对 之前我们有教过 用柠檬鸡丝一样 那这个烫一下 它就熟了 那我们就把它先拿出来 因为你如果再继续煮的话 它就会变橡皮筋了 就不好吃了 浪费这个 那我们就先把其他的食材放进去 像这个是金针菇 我们干汤就有鸡肉的鲜甜跟海鲜的鲜甜 再把黄瓜 这是大黄瓜 这是大黄瓜 我把它切成那个片状 好 片状 那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先放进来煮 那我现在来介绍这个黄瓜的部分 我们在市面上最 我刚讲的我们这个东西是大黄瓜 大黄瓜的话你在选择的时候 它上面有点细毛的话是最新鲜 那一般来讲它保存的话 其实你用一个保鲜袋或者是一个白报纸 这样包一下 或者是厨房用纸包一下的话 甚至可以到两个礼拜都没问题 因为它很容易保存 那这是小黄瓜 那小黄瓜的话是上面有刺有毛的话 就是越新鲜 OK 然后越质品质越好 那有点弯度的话是怎样 就是可能有弯的那个地方 营养比较不良 可能会比较干比较柴 所以尽量挑选越质越好 那这是我姐姐刚采下来的 这个叫水果黄瓜 等等等等 是它的甜度比较高吗 甜度也比较高 直接可以生吃 对直接可以生吃 你不要给它喷 不要给你喷 真正而且它有机的 我还洗得很干净 直接可以生吃 我今天要摇摇整天 我不能吃就会肚子痛 喂喂喂 我跟你讲在日本都是这样直接生吃 在中国也是这样直接生吃 但他们吃的是黄瓜而且很甜 但姐 我讲一下 为什么它叫水果 因为我印象中叫水果玉米 水果叉叉都是甜度比较高的 对没错 这个小黄瓜是色度低 但是其实也是没甜味 我本来会教你一个方法 但是它确实少了很多生色味 它的生色味比那个生的小黄瓜更低 对没有错 另外这个也是水果小黄瓜 但是这个小的比较不好吃 说实在是这个比较好吃 它这个就是小而已 它不是那种瓜苗 还有的是另外一种是瓜苗 就是大概小指头这样的那种叫瓜苗 那个更好吃 我可不可以再讲评一下 我发现它像哪里 它像你吃西瓜的白色的那一块 就是我们吃西瓜不是吃红色的肉 白色那个囊 对对对 它现在咬起来口感超像那个 很像那个囊吗 对 然后这是佛手瓜 佛手瓜是瓜藤 就是我们的龙须菜 这是白玉苦瓜 白玉苦瓜怎么挑呢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果粒 果粒越饱满就越好 另外还有一个是青色的苦瓜 这是三苦瓜很小 甚至还有的更小 越小越苦 苦的不要不要的真的很苦 那这是结瓜 结瓜不能生吃 记得结瓜一定要热才吃 那结瓜实际上跟这个瓜是不一样 它是南瓜的种 这个叫夏南瓜 那是韩国的结瓜 那这是我们台湾品种的结瓜 那这结瓜的话 一般来讲它有绿色 我们黄色 大家都比较看得到绿色黄色比较 而且现在都是绿色比较多 那它最好吃的方法就是 意大利的烤蔬菜 就是放在烤箱里面烤一下 淋一点橄榄油撒一点柠檬盐就好 好你刚刚在吃这个生的对不对 你先放下不要吃了 来这个给你 怎样要给我好吃的吗 对 好 这个就是用水果黄瓜去腌的 因为 这是腌的 所以这不是 但是这个是用糖制的 所以你要苹果跟黄瓜一起吃 等等 那这一个黄瓜是 那一个这一个的水果黄瓜的切片 那为什么要加苹果 就让你的味觉产生假象 像那个哈密瓜 给镜头看一下 就是一片苹果夹一片 对 这是青森苹果跟水果黄瓜 它这个就是你把它切好 切一公分厚 然后苹果它有软化的作用 那另外我们现在撒糖 一般来讲我们吃黄瓜都是研制的 都是腌的 咸味的 排黄瓜什么都是蒜头辣椒什么的 那这个是甜点的 这是你把苹果跟黄瓜排在一起后 上面撒一点点糖 让它慢慢去腌制它20分钟就好了 把它合在一起之后真的像哈密瓜 但是是不甜的哈密瓜 不能吃太甜 我没有说要吃太甜 它也像哈密瓜 它也是像哈密瓜靠近皮那边 因为哈密瓜中间的肉是很甜的 但是你很软很软的话你就腌制糖的糖分多一点 然后腌制时间长一点就好了 那我们两个录影的老半天是叫大家以后多吃靠近皮那一块吗 皮那一块好像营养学都知道 皮那一块是最高的 就是像西瓜的 红萝卜也是啊 靠近皮那里的那个白色的西瓜棉那一块 那是营养最高的 对 纤维高 好 好 你看医生说 以后不要丢 这个品种 它如果做凉拌跟生吃 它会很受欢 它会比那个 因为较没气味 对 它的色味降低很多 对 没有错 然后它降低到你可以不用依赖酱 我经常看很多人吃小黄瓜沙拉 它都要沾一大堆酱 你在日本的话 像我们有喝酒的人去日本的 居酒屋 我们在日本居酒屋 或者日本什么餐厅 它在每一道菜给你的过程当中都很慢 对 所以都是一直跟老板娘要Q哩Q哩Q哩 Q哩就是小黄瓜 Q哩就是小黄瓜 然后呢就是沾味噌 OK 就是沾那个日本的黄豆味噌 对 或者是米味噌 这样沾着这样吃 所以日本人在亲口也是用黄瓜 都是一样 好 那我刚刚是打了一点芡 打了一点芡在那边 然后我先调一个味道 好 调一点盐 调一点盐进来 然后呢 撒上胡椒粉 那我们的鸡丝是后面才放 因为是熟的 OK 你煮太久的话 它就是怎么讲 会太老了 就不好吃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鸡丝放进来 这是一个应该 应该萧医师会赞同的一个减肥餐吧 这个是蒸鸡减脂的 这个也很适合运动完 对 又有蛋白质 对 然后这个是那个套Q 就是我刚刚烫了一下的套Q 然后稍微给它拌一下 然后最后最后它的蛋白质是 除了鸡肉以外 我们再把蛋白 这一道汤本来是苦萝 苦萝它是用蛋白来平复苦味道 那我今天是把苦 因为苦萝里面也不好买 这也没有苦味 没有 但是就是按照这个汤原先设定的 就是会把这个蛋白放 所以这个汤本来卖给你的 就是一个白色跟绿色而已 那它那个蛋白就会变成有点类似 那个蛋花汤的那个雪白Fu吗 我看你怎么弄 像我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大概会片状 如果你要雪白Fu的话 就是这样一直搅 一直搅 一直搅 就跟你在做酸辣汤一样 一直搅 一直搅 它就会雪白这样子 那鸡肉这真的高蛋白 增肌减脂 对 而且又是瓜类又利尿 然后最后呢 你如果要加一点油脂 就淋一点香油 再淋一点那个葱花这样进去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 黄瓜鸡丝汤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它的黄瓜鸡丝汤是非常好 而且干杯跟鸡肉增加它的鲜甜味道 所以这个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大家吃不下饭的时候 来吃一点这个是很好 而且它又是高蛋白 又是高甲低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料理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 对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也是非常好的 以前我吃小黄瓜都是吃盐漬的 这个是用糖 然后再加上这个苹果 而且我们吃了这个 的确刚刚特别有讲到 有点像哈密瓜的口感 跟它的香味有甜味 清纹的甜味出现 的确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所谓开胃的小菜 我常在讲说 其实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所谓的高血量的患者 所以我才能吃到的 就是不太熟 但是我会知道 这个是不太熟